女子酒店报警遭遇侵犯 普通的网友真面目让她害怕 我就使出我吃奶的利息挣脱 然而男子却声称 他才是受害者 感觉百口莫辩嘛 因为我才是受害者 一场充满期许的约犯 究竟是谁在暗中坐手脚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约犯迷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个词叫罗生门现象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最早是来自一个小说 意思就是讲对于一件事 双方的当事人甚至是几方当事人 各执一词甚至是完全相反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谁在撒谎 让人难以分辨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 罗生门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事 就有点这个意思 事情要从一个电话说起 那是2021年4月13号的下午 上海浦东公安分局 滬东新村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是个女孩打过来的 那电话的内容让人有些惊讶 当时一听这话呢 警方当然着急 马上就来到了女孩所在的酒店 寻找案发的房间 从酒店员工那儿呢 警察了解到 登记房间的是一名男子 叫李泽雄 房间呢也是刚开没多久 警察马上就来到了房门口 并且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果然是一名年轻女子 当时呢 警察看到她一副衣衫不整的模样 见到警察呢 女孩是一阵耿炎 马上精神也很涣散 身上只穿着一件棉衣 而当时房间里头只有她一个人 于是呢 警察就让酒店的女员工呢 先帮她穿好衣服 东西带好了吗 警察首先带着她到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确定受没受什么伤 然后呢 才把她带到了排除所 当问起这一切的时候啊 女孩显得很后悔 也很后怕 她说呢 她叫于宁 上海本地人 22岁 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事情呢 是这样的 于宁呢 最近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她失恋了 心情很不好 就很想找人倾诉 可是于宁不想向自个儿的亲朋好友吐露心声 于是呢 就在网上发了一个约饭帖 想找个陌生人聊聊 你可能会好奇了 啥叫约饭帖 这其实是一些年轻人的玩法 就是在一些网站和帖吧 发着帖呢 邀约陌生网友一起聊天吃饭 其实不光是约饭 还可以约电影 约旅游 算是年轻人交友的一种方式吧 只能说年轻人真会玩 不过这种方式听上去呢 就让人很不放心 毕竟都不认识 这样随随便便就去见面 难保不会出问题 于宁说呢 她当时没想那么多 帖子发出去之后没多久 有个叫李泽雄的男子呢 就夹她了 两个人第二天就约上了 见面了 可是见面没多久 刚喝一瓶啤酒 她整个人就感觉到晕晕乎乎的 好像是醉了 之后呢 也不知道怎么着 她就被带到了宾馆 到了宾馆呢 那男的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了 她是情怒 我用力地推开她的那个身体 可是我推不了 后来她就开始透过裙子 我就反胖 于宁说 当时她拼尽全力保持住最后一丝清醒 极力反抗 这才没让对方得逞 在这个过程中 女的可能抓伤了她 所以这个男的没能得逞 逃脱了男子的控制之后 于宁说呢 她马上带着手机 就躲进了厕所打电话报警 而这个时候对方见识不妙 赶紧借口说她手机没电了 去借口充电宝 趁势溜了 听到这儿呢 大家也肯定会很疑心 于宁这是约的什么网友啊 一瓶啤酒就喝醉了 这怎么可能呢 类似的新闻 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是吧 个别不怀好意的人 专门盯了一些年轻女性 打着网友的旗号 约她们见面 然后呢 趁她们不注意 在茶杯或者酒杯里头下药 意图不轨 警察觉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这事就恶劣了 立即就展开了对那个李泽雄的调查 这样的人得赶紧抓住 不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女孩受害 警方很快就查到了 这个李泽雄的现年31岁 目前在凤贤区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员 这时候警察注意到 有个人呢 正缩在角落里睡觉 正是李泽雄 可是面对突然到来的警察呢 好像还没睡醒的李泽雄 是一脸懵的样子 昨天他到过哪边了 昨天 做什么事情就做了 还不确定 不确定 有人可能会说 这李泽雄脸皮够厚的 自个做了什么事不知道啊 还在这装啥 很快警方就把于宁指控 他侵害的事情告诉给他了 可是李泽雄接下来的反应 那就真的是相当出人意料了 只见他一脸惊叉 眼睛都瞪大了 说什么 我侵犯他 哎呦警察同志您有没有搞错啊 明明是他在欺骗我呀 感觉白口莫变嘛 因为我才是受害人 什么 李泽雄才是受害人 这什么意思 之前于宁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 人家一个在校女学生 难道还能冤枉他不成啊 可这下李泽雄那表情都快哭了 他说那都是于宁在编故事骗人 事情根本就不是那样 接下来呢 从他口中就讲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版本 来说说李泽雄这个人哈 他呢其实已经结婚多年了 但是妻子呢不在身边 独自一个人身在魔独打工 内心呢时常感到孤单 因为现在可能生活比较法味嘛 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比较孤单 而孤单的李泽雄消遣时间的方式 就是上上网逛逛贴吧 这天呢他突然就看到有人在某网站上 发布了一个约发的帖子 对方说她是个女大学生 失恋了很难受 想找人聊天吃饭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李泽雄的幸福 然后就一起约上吃个饭嘛 就说约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这样闲聊了一下 就加了个微信 不过有人可能会说了 李泽雄真的只是想安慰一下失恋的女孩吗 只是想吃个饭那么简单 李泽雄是有家庭的 已经结婚了 然后他跟一个不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的女生出来约饭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此呢李泽雄也不否认自个人内心 对这种暧昧约会来确实是有不道德的期许 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有这种经历 所以脑海里头顿时就浮想联翩 在我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想象空间当中 我感觉他应该是穿得很清晨靓丽的那种 李泽雄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那现实情况怎么样呢 第二天中午俩人约在一家火锅栈里头见面 可是一见面吧 李泽雄的心情顿时就跌落了一大半 但他穿的就是也不是很阳气的那种感觉 不是很阳光 想象和现实有偏差 李泽雄呢有点失望 不过让李泽雄没想到的是 这个于宁虽然长相打扮不是很阳气 但是他的表现却很出乎意料 据他说呢那火锅还点了没多久 于宁直接就点了瓶啤酒 谁知道一瓶啤酒下肚 于宁就好像是喝醉了一样 接下来的那个表现呢 简直让他大吃一惊 我们就喝了一瓶啤酒 然后他就说他晕得很晕很晕 就一直强调想休息 他就说我们一起去酒店吧 他没什么不方便 他往上贴 然后那对吧 青春的荷尔蒙肯定比较旺盛吧 然后就是有点想法了 李泽雄也没心情吃火锅了 急忙买了单 就和于宁的徒步走到了附近 最近的一家酒店 那我往进门之后就是 我们都是大家比较年轻人嘛 可能有一些冲动嘛 我们可能有一些暧昧的动作 然后等我们要进行最后一步的时候 他突然尖叫起来了 我就莫名其妙嘛 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李泽雄说当时他都懵了 刚才你还那么主动 怎么现在搞得我好像要强迫你似的 而他说接下来呢 于宁的表现就更让他看不懂了 不光一把推开了他 还冲进了厕所 在里头跟谁打起电话来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QQ上给一个男生打电话 就说他跟一个男的一起去开房 本来只想睡觉 结果都快要发生关系了 李泽雄说这下他更懵了 说这什么情况啊 于宁这是要干什么呀 可是让他更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 在厕所和别人通话之后没多久 他就走出来了 还开着免提 李泽雄听到对方说了这么句话 当听到对方说要报警 李泽雄一下就慌了 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似乎惹成大麻烦了 不过这李泽雄呢 也是个挺有心眼的人 他马上就悄悄的做了个举动 毕竟这种事情是讲不清的事情 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偏袒女性 然后我就就是留了一个心眼 悄悄的打开手机录音了 想办法就是留下一点对我有利的证据 李泽雄也算是集中生智 而接下来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在电话里头那名男子给了他两个选择 想要做假影响 你就跟他两个人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解决 你要是实在不行呢 那你就打紧好过来 这些事情只有这两个解决方法吗 李泽雄当然不想报警了 他只想快速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怎么解决啊 拿钱呗 那你现在是想要什么处理结果 你要给我钱啊 你要多少钱 三万吧 多少 三万吧 于宁开口就要三万 李泽雄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当场就表示无法接受 他以下张口就要三万了 因为我说我们两个对吧 吃个饭 本来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 我平白无故一下出三万块钱 而这个时候李泽雄说呀 他脑子里突然撞过弯来了 现在他经历的这一切 这情节怎么跟电视新闻里头 讲的某些事情很像呢 难道说是 我就感觉我可能遇到了仙人跳 是的 自个很可能被人设了个局 中了圈套了 李泽雄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就找了个理由 离开了房间 就是心里感觉有点太不服气了 我就说我去扫一个充电宝 然后我就走了 然而李泽雄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离开十分钟之后 于宁他竟然真的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 说自己侵犯了他 哎呀 这真是猪八戒轮家伙倒打一耙呀 他是一脸委屈的跟警察说 我真是比逗鹅还原 事情说到这儿呢 警方也被搞糊涂了 双方当事人两个故事 一个是女大学生见网友遭人侵犯 还有一个是男子约见网友遭遇仙人跳 到底哪个故事才是真的呢 听这个李泽雄说的有鼻子有眼 还有录音为证 难道于宁是在撒谎 可是这说不通啊 如果他真的是故意涉局 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报警呢 这不是贼喊捉贼 他自个儿就不怕会被暴罗 这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说到警方找到李泽雄 李泽雄却说出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 这时候警方想起来之前余宁说过 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抓伤了对方 按理说李泽雄身上是有伤的 那真实情况如何呢 主动给我们看他身上的伤确实没有伤 难道真的是余宁在撒谎 警察一调查发现果然有蹊跷 那我们来看哈 这是事发当天宾馆的那个摄像头记录下来的画面 当天下午2点41分 两人走进了宾馆 余宁的确是被搀扶着走进来的 但是看上去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在李泽雄去办手续的时候 他还自己拉开椅子坐下来了 之后就一起上楼了 自己是上楼的 没有任何什么强迫他上楼的反击 从视频上看 余宁不像是不清醒的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余宁难道就不明白 他和一名陌生男子走进宾馆房间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吗 他是真不明白还是在撒谎 警方觉得除了李泽雄报案的女子余宁 的确也有嫌疑 有必要调查调查 结果这一查 一个匪夷所思的情况 果然在余宁身上出现了 要持了双方的开房记录 就是令我们感到比较奇怪的是 这个女孩子 就是一两年期间 跟不同的男性开房多达40余次 这就不太寻常了 余宁还是个在校大学生 严格来讲都还没步入社会 怎么会和这么多男性有异常记录 而且警方查到 这些男性里边有已婚的 也有未婚的 这明显不正常 那么我们觉得他肯定在从事不正当的活动 那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还要再找证据 而就在这个时候 警察有了个更重要的发现 就在余宁和李泽雄约会 并指控对方侵犯他的第二天 也就是4月14号 他居然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约犯的帖子 这个很反常 你比如说一个女性遭受侵犯以后 怎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又发一条约犯的信息呢 查到这儿 事情似乎是不言而喻了 警方也觉得不可思议 事情到这儿来了个大反转 当初楚楚可怜说自个儿被侵犯的余宁 居然才是嫌疑人 可还是之前那个疑问 如果这事真的余宁是在社局 那他为什么要报警呢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在梳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警方没有忽略这中间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和余宁通电话的那名男子 他是谁啊 和余宁又是什么关系 这一查嘛问题就更大了 警方查到这名男子叫陆炫 今年呢也是31岁 有过敲诈勒索的前科 这么看来可能就是这俩人合谋涉局 而且这个陆炫说不定才是幕后知识 警方决定呢 先把这人控制起来再说 据调查 他在上海嘉定区啊 开了一家零食店 你叫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对警方的到来呢 陆炫很惊讶 起初他是死 我不承认 不过经过审讯呢 他终于交代了自个儿的犯罪事实 他们就是两个人事先预谋好以后 一起去找别人去往上面撒不信心 然后去敲敲啰啰别人这样子一个行为呢 陆炫交代之后 警方又迅速来到余宁家 面对警察的突然到访 余宁是一阵手忙脚乱 余宁在忙着删东西 删什么呢 到了派出所 他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到这个地步了 余宁也已经知道事情白露了 不得不低下了头 承认了犯罪事实 一个22岁青春年华的学生 怎么会变成了这么个样子 还涉嫌犯罪 这真是令人叹息 说起这个呢 余宁一副很尴尬 难以启齿的样子 据他说呢 事情起初啊 他只是为了排解空虚寂寞而已 我觉得一个人实在是 很空虚 所以我就想找一些大叔 这个的话 就是他们自己 有时候会跟我说 两千行不行 以后我就一直说两千 说白了 哪有什么情感空虚啊 不就是贪图利益吗 他这种行为 本来就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让他错上加错的是 一次偶然集会 他约到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陆旋 长得我感觉也是那种 在我的审美里 长得很清秀那种 我就觉得 这个人感觉 很有安全感 对我很关心 我就可以信任他吗 陆旋呢 也是有家庭的 但同样心术不正 两个人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陆旋呢 就向余宁提出了一个计划 和我说你先把人约出来吃饭 然后他有可能会带我去开房 然后开好房以后就可能想那个我 然后我就可以让他给我一点补偿 我给他出了主意吗 这事情其实我是有私心 最近手头很紧 他也蛮信任我的 两人一拍即合 这就行动起来了 事情发展得很顺利 就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 很快呢 李泽雄就上钩了 可是当他们两个真的来到宾馆了 余宁却慌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又给 打了个电话 然后说 让李泽雄私了 把钱给我 他们两个人当时就像唱双簧一样 打电话 当时呢是开着免提的 李泽雄呢也听得清清楚楚 这样子的话 他知道有第三个人 知道他们这个事情 从而让他害怕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李泽雄呢 没有被完全吓着 见识不妙 还趁机溜走了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可既然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们还有报警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说到这个呢 陆炫是一阵后悔 他这是自作聪明 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 原来呀 李泽雄走了之后 想到第一次就出事不利 这俩人很是不甘心 我要说 那你这个事情 你没报警的话 你直接先报警 就是要通过警察 来把那个男 把那个淘宅那个人抓回来 对方家属 跟那一会找他谈的 这是一样 能够拿到他调查的目的了 原来如此 这个陆炫呢 这是想拿警方当枪使 他也太不自量力了 不过考虑到事情 可能会败露 为了能全身而退 不被警方发现 自己在背后出谋划策 事后呢 陆炫还让于宁 把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给删掉 警方抓于宁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是在删那些东西 而于宁那边呢 事后他表示 并不知道陆炫叫自己 删聊天记录的真正用意 所以啊 心术不正的人之间 哪有什么坦诚可言呢 于宁和陆炫 最终都以为 涉嫌敲诈勒索队 被普通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了 案情真相大白 李德雄这边 终于松了口气 内心里啊 那也是五味杂陈 我非常庆幸的是 警方最后还了我一个金板 都不会去那个 和陌生人去约饭啊 或者约出去玩 或者怎么样 都不会去啊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 有些人呢 提了个醒 对网上的这些 所谓的约饭帖啊 一定要提起警惕 首先自个儿 别心术不正 更别脑子一热 就跑去赴约 因为这里边很多可能 都是打着这种 聊天交友的幌子 布下的逃色陷阱 再来说这个于宁哈 说到底 这场闹剧的源头 就在于他 按说以女孩 而且是受过教育的 更应该懂得 如何保护自己 爱护自己 可是他呢 却放纵自己 一步一步的沉沦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希望这次教训之后啊 他能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长存廉耻之心 长存敬畏之心 方能浪子回头 威尸不晚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流浪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